前两天,景田和陈柏林的新古装剧上线,景田衣冠圈,威竹就战了,各路明星干净自己来水,不断在南果台读播,还登上了腾讯视频和爱奇艺,三大平台同播,应该能扛一大波流浪吧,但开播了两天,收视却不尽人意,只剩了个可怜兮兮的热飞,插发几乎无人认知。 何姐,要从投书起,近年来,掀起了一阵漫改影视剧的妖风,国内最近大部分电视剧,几乎都被挂上了一个,改编,的名头,但扑街的不要太多,前不久的斗贱苍雄,就是血淋淋的案例,这是半奥屁吧,天才土豆的这篇文,在最火时几乎所有人都看过,有大量的原著粉加持,有点美吗? 无人家里面的阵人够吸筋了,但口碑与收视,都被原著粉和流量粉的支持下,扑得彻底,老眼差点晚节地保,而火王,破晓之战,以下简称火王,就是芒果台今年最后一张底牌,用来在年底冲于多月季,但他扛得起这个正当呢,科普一下,火王的人制作者,是被称为,冒饭女王,的游戏兰, 他从八十年代开始连载,在那个灌篮高手和七龙珠盛行时期,火王硬生生杀出一条血路,可看出人家质量之用,情书十四册,背败依旧保持8.6的高峰,这对国产那话难说,实属难得,登上小营亭后,火王请来了景田和陈柏林主演, 这还不是重点,记忆网友爆料,这部记事挂在冯小刚名下,在片头总出品人一项,也出现了他的名字,不知道有没有因果关系,但这片子的本身,充满了捞钱的记事感,一点一点来看,片子一开始,一个求重物体,从天外来来,好久带着火焰,这个求重物体呢,就是我们的男主角仲天,陈柏林氏, 他从天来讲,安然无恙地落在了沙漠上,编剧忽视了一切的物理逻辑,让男主宛漫落地,只有一点烟雾,牛顿的棺材板,八角军就先帮编剧压住了,仲天因为下凡太辛苦,所以阴倒在了沙漠上,被路过的商队捡了回去,按照设定,仲天是其他心意的天神,战斗力超级, 他一上来就展现了自己的能力,面对杀人如麻的土匪投赐北沐狼王,三下五除二,就将他生情,不过看着这顶多五块钱披发的头套,你别说你是狼王了,是哈士奇还差不多,先残堡,日夜后,仲天夜徒手约碎撇索,调笑了哈士奇一顿,放好了他, 维护剧哀的精武类,在狼王逃跑后,也不着急冲来,反而一个性的围囊正天,果然,剧中的恩继心的作用,都只是为了衬托主角的光伤而已,正间化身配恩,一个神罗天针,将精武为每拥来的石头盘开,让他们全部浮于空中,但这些石头,长得也太像素揉了吧,但剧组能不能走点心,接下来, 他又使用了非雷神之术,瞬间一动让向天银有看点以为自己在看火影忍者,声明,就是这么用性,天主从开头就交代了仲天的目的,是为了寻找古寺里的一个神器,来拯救自己的心意,但他却像个凡人一样,徒步行径,不知道的还以为离公款理由呢,大哥你是忘了你的心意,扣了半分了吗?后来,大神仲天被凡人 扣了一剑,伤口热了可见的血,居然分离了大半个月,嗯,这就是刚才那个以一笔百的神,来到一年难尽的感情线这边,我们的女主奉剑景田是登场了,奉剑与众间生死不明的爱人天内,长得一模一样,简介上交代,奉剑是天内转世,又是一个轮回转世的爱情故事, 难道三生三世十里桃花,和肖密成沉浸如霜,讲得还不够啊,仲天这个大猪蹄子,自己的爱人生死不明,但看到容貌一样的奉剑就马上去聊了,到底是喜欢人还是只喜欢脸,怕不是个渣男,撇开剧情,景田也看起来和陈柏林没有多少的猪屁感,甚至同为古装人情剧, 他的状态和大藤荣耀,也没有太大分别,来,看图开剧,火王口口声声地说还原原柱,但原柱粉们并不买账,不少人怀疑这是偏从原本,这不能怪原柱粉太苛刻,原柱中的奉剑,虽然喜欢女装,但却是货真价实的男性,原柱觉得性别都随便改,尊重原柱到底体现在哪里, 很多桥段也显得俗套而狗屑,男民主的镜头,总在无限地转圈圈,以及梦动作回放中昏昏过去,除此之外,演技更是灾难,感受一下,北梦囊囊的哈士奇姿牙咧嘴演技法,动图更是暴击,这一股酸爽直逼天灵感,陈柴林,像无数少女无知流泪的大人哥,在这剧里却变成了面神经麻痹患者, 要么是嘴角上满五度,要么不动如山,一脸的,无知凡人看了装逼,反而以为是人事问题,但根据原柱,正天可是个满脸写着学妹狂圈的大大总裁,就是这么准夺角色的,还演物为大甜甜,无论演出什么剧,都坚持贯彻一个路数,开心就扬嘴角,难过就皱眉头,眼神聚焦话外, 一副让八哥燃杀自己的将士,他自己带是玩得很害,在微博上主动把自己的表演做成表情包,你开心就好,火王也不是一点优点也没有,毕竟他只有二十八级,相比其他动辄六七十级的剧,算得上是点小,为了扩点歌王,不长时间的愚异观众的眼睛,也为了不依侮辱观众的智商,算是相当努力了,良心俱志, 欧梦,咦,风导出来了,你怎么看?